在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105 分享了梦境与平衡场景的关系 今集《曼德拉效应》专辑106 会为大家进一步分析 人类的回忆与平衡场景的关系 以往的《曼德拉效应》专辑 已经多次为大家分享人体结构上的改变 虽然大部分人都拥有人体结构的旧记忆A场景 例如人体骨落只有188块 腎是位于腰部,心脏是位于胸腔牵左 但大部分医匯人员都拥有新现实B场景的记忆 自己的人体骨落是206块 腎脏一直在胸腔内,心脏一直位于胸腔正中间 此有少数人出现残余现象 拥有学以前的旧记忆 但为什么所有医匯人员 在人体结构出现《曼德拉效应》之后 都立刻拥有新人体结构的新现实记忆 甚至立刻将旧记忆忘记得一干二净呢 可能你上星期问他们 他们的回答还是A场景旧记忆 但曼德拉效应发生之后 短短一个星期 他们就只拥有B场景新现实记忆 为什么记忆会立刻被改变呢 要明白这种现象 我们要先理解何谓回忆 早在十多年前 日文牧师已经在《主日讯息摩西史》中 初步介绍了恩赐云作的原理 在街上随意折停的陌生人 恩赐云作聚会中没有公开身份的门徒 以及perfect山港座后 随机分派到不同组别的新人 究竟我们如何为一个素未谋面的被恩赐云作者 预先接收资料呢 当众的奥妙就是回忆 神只需要将被运作者的资料 放在运作组组园的回忆里面 当我们从回忆中取出这些资料 就如同我们早已认识被运作者 可以接收到100%的准确资料 所以很多石安教会的门徒 都有神压外将记忆放入我们的脑海中 拥有不是自己回忆的经历 但是这些资料就如梦境或年代九远的回忆一样 是非常蒙糊的印象 就好像回忆小学一年级的上课情景 要记起当时课堂的老师授课 说多年不见的小学老师和同学样貌 这些图片和声音都是非常蒙糊 你只能回想最鲜明的片段 例如某支课堂被老师公开表扬或集网 某支试验得到满分或不合格 多年之后只能记得最鲜明的部分 而且回想都只是非常蒙糊的印象 其他不鲜明的回忆則全部遗忘 就好像幻想老人千呆症的长者一样 将所有记忆忘记得一光二正 甚至这些病人连自己的名字 太太和儿女居住了数十年的住址都会忘记 曼德拉效应发生之后 神就以这种方式 将新现实的记忆放在相关专业人员的记忆和回忆中 当某人由旧现实的A场景 转换到新现实的B场景 神只要将这个人过往梦境所见 但写来就遗忘的B场景历史和记忆 变成能够记起的鲜明回忆 好像这个人一直活在B场景一样 这样这个人就会拥有新记忆 并且B场景的记忆 如幅寫电脑档案一样 将A场景的记忆覆蓋 这个人的记忆 就会变成B场景的新记忆 而真正经历过的A场景记忆 即强制性完全消失 所以 为何神设计人类的时候 会常常在睡觉中做梦 因为梦境是神让我们经历另一个平衡场景 再放入我们脑袋中成为回忆 预备有一天出现曼德拉效应的时候 可以将梦境出现过的新场景 B场景回忆 强制性取代旧场景A场景的回忆 只要将梦境中不鲜明和被遗忘的记忆 变为鲜明 再将现实经历过 但同样是蒙糊的记忆变得不鲜明 或直接以新记忆覆蓋 于是一个人就会拥有新记忆 好像自出生以来 就会在新场景 经历当中的一切 这样 就能够在修改相关专业人员记忆的同时 也不会令社会大乱和动荡 现在我们明白 为何神创造人类 要每日睡眠6至8小时 因为神值着这段时间 将另一个平衡场景的经历和记忆 放入每个人的思想里面 到了适当时候 就将这些梦境所造成的回忆 放在脑中可以读取的部分 成为新记忆 过去 每一个人都活在不同场景 他又一同建造启示录最后一个场景 但是 我们从未在最后的启示录场景中活过 又如何一同建造呢? 答案同样是梦境 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借着梦境由本来的现实 去到另一个场景 就能够建造启示录的最后场景 预备今天和全世界一同转换到这个场景 并且 一般人梦境所经历的时间 比清醒时所经历的时间快得多 梦境中的一日 可能只是现实世界的一小时 所以 每晚发梦所经过的时间 可以比现实长十至二十倍 经历的场景 亦比清醒时多十数倍 成为曼德拉效应后出现的 新现实记忆来源 就如《圣经传道书》 和《雅各书》的记载 人生的一切现实 都是短暂而虚空 生命只是一现魂露 出现偏时就要消失 《传道书》一章而折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雅各书》四章十三至十五节 《嗨!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还买卖得你》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魂露》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亦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现今发生的曼德拉效应》 就是将梦境变为现实回忆 又将现实回忆变为梦境 如同圣经所说 所谓的现实就是虚空和云露 唯有时间留意爱的神是真实 永恒不变的存在 神创造的人类世界 如同人类创造的电脑程式 可以随意收缺在任何设计 现实、回忆和梦境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 细节和所见所闻 都可以量身订造和独一无二 但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便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当中的真相 所以,整卷启示录的内容和结构 根本就是三个人的梦境组成 第一个,是约失少年的时候 日、月和十一火星向自己下拜的梦 第二个,是约失为法老所解 七个封年和七个灾年的梦 第三个,是但以利汉见金像的梦 这三个梦境的内容 都会在启示录时代全部变成现实 五十字架 五十字架 一字架 四十字架 三十字架 四十字架